我是美玲 分手呢 意味着一段感情走向灭亡 而对不爱的一方来说 分手是解脱 可是呢 还爱着那个人 就得承受无尽的痛苦与难过 为什么在一起需要两个人的同意 分手只是需要 某一方单方面的提出呢 而大多数的感情 都是因为男人的不爱结束的 所以女孩才会说 男孩呢 都是没有心的 爱你的时候 你是宝贝 你要天上的心境 他都会给你摘 可一旦不爱 连他养的狗都比你尊贵 终于恢复自由身了 爽 会这样想的男生的八成 都有一个难伺候的前女友 没有公主命 还得公主病 整天作天作地作空气 一点点的不顺心意 就要闹脾气 你不哄他就不罢凶 在他爱你最深的时候 还能忍受得了你的公主病 可你一直在消耗他对你的爱意 终于爱意直呢 从满飞降为零 他决定分手 他觉得跟你谈恋爱 还不如单身来的舒服 要跟兄弟们好好喝一杯 像这种心里呢 要分两种情况分析 如果是他提出的分手 那喝酒是因为开心 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你总是限制他喝酒 就算是你陪同 你也不允许他喝多 他很久都没有和兄弟们 尽兴地喝一场酒了 所以在他重回自由身时 他第一时间就号召了兄弟们 约了最常去的宵夜摊 撸串烧烤喝酒 通常安排到位 不醉不归 若是他被甩 那八成是戒酒消愁 毕竟长夜漫漫 没有你的陪伴 这个夜晚格外漫长 想着有没有和好的可能 分手呢 不代表感情彻底没了 可能是一时赌气说的分手 只要某一方主动低头认个错 就会重归于好 而他在想要不要挽回这段感情 感情里的分分合合是常有的事 他还是喜欢着你的 也在意你们的感情 不忍心他就这样夭折掉 所以要怎么开口说复合的话呢 他陷入了沉思 好了